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正方主編 骨 鄧 希文 同學 第一副編 胡瑯 同學 第二副編 李宗盛同學 以及劍編 陳斯文 同學 反方主編 梁 同學 第一副編 劍盛同學 第二副編 李希文 同學 以及劍編 陳丁美 同學 第二副編 李宗盛同學 很高興邀請到三位職員 為中場採視情報 他們分別是香港中文大學 劍編 辯論隊前隊員 梁慧小姐 新郎中學 辯論隊教練 梁慧小姐 以及資深傳媒 陳丁美 黃堅慧小姐 以及資深傳媒 陳丁美 黃堅慧小姐 本場比賽分主編 公併 第一副編 與資深 自由編 兩派 交通工作環節 發言時間為4334 督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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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圍 五分鐘 前門 兩方 兩分鐘 從資深 自由編 周圍 五方 三分鐘 同時發言時間 已速遲 三分 兩方 兩分鐘 時間到兩根解釋 時間到兩根解釋 小事十五分鐘 過後 將 連錨幾下 詳細的菜規之前已經拆到你各操作同學 只問相當有問題 沒有的話,現在正方處變化完 有四分鐘的性交 主席團團隊的各位,大家好 編題中的傳媒監督 即是傳媒第四拳 第四拳理論 由已顧美國最高培園大法官 蘭波特斯都提出 第四拳在政府行政、立法、司法、生存以外 或者提供未被政府控制 或者影響的資訊 竟然發揮監督政府 及阻止政府濫權的功能 至於制衡的意思 根據法學理論 如何人反得私勾手指 即是以權力的觸權力 去防止濫權 而傳媒的第四拳 正正是一種可以制衡政府的權力 我翻譯兩邊的準則 是首次研究香港傳媒如何行使第四拳 與其他方式相比 傳媒的監督時最有效 即是行政府的力量 我翻譯點有二 第一,憲法確立新聞自由 傳媒揭露政府不足 經法第27條列明 新聞自由是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 因此新聞自由是香港受到保障 而大使權亦得以確立 可以透過揭露政府的不當行為 或追蹤調查真相 發揮制衡的力量 就例如一半年 全部揭露港鐵山路線 與台工程扭鋼根捷某位造假 政府監察不力 引起公眾關注 令政府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 替調查和陷站建造工程作回應 但其他監督政府的方式 雖然地存有局限 例如是司法機關 之限於市民的出司法迫行 並不能主動揭露政府的不足 亦只可控告政府的違法行為 正如中大社會行系教授蔡屋平表示 法官只可在現有的法律強調下 根據填文程序去裁決 上面之下 傳媒的第四權 可主動查找或者揭露真相 和揭露政府的不足 可對政府作更有效的制限 第二 傳媒的社會獨立性 更引起大眾聚焦關注 傳媒在大社會上擁有獨立的地位 大眾對於傳媒有信有道 估傳媒的報導對大眾有號召力 當傳媒將資訊傳播 便引起關注 偷承制衡政府的力量 例如近月反收來事件當中 外國傳媒英國廣播公司 紐約時報等接連報導 或直播香港的情況 引起國際關注 如近日美國參議院委員會 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排期審議 香港走前因應國際關注 雖然在外國的報章 不廣告作回應 可見 傳媒的報導 令政府構成壓力 但其他監督政府的方式 影響力相應較少 加難引起社會的狂犯關注 例如像是本土研究成的 非政府組織 或是立法會議員 他們雖然有自己的平堂 發放資訊 但網網需要傳媒的報導 才會引起公眾迴響 甚至一般市民 亦要揭露事情真相 或是告密 和會有些選擇傳媒 例如 中人民力量主席陳志全表示 因為有人向傳媒告密 沙東線事件 才突然曝光 告密者向傳媒告密的原因 就是因為告密者信任傳媒 或者傳媒相比其他方式 有較高的公信力 所以傳媒今有效傳播資訊 引起社會輿論 對政府求成制限的力量 總括議上 這便是你已經成了 可能有可能可見到 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有所下降 或者證明記者採訪時投資到阻難 都因為傳媒無法制衡政府 但記者仍然擁有第四權 即使下載第四權的時候 可能遇上困難 但大家已經看到 記者竟然受崗位 用不同的方法去守正 揭露報導真相 所以排名下的採訪受阻 並不能反證傳媒監督上的其他方式 是最有效制衡政府的力量 好像有方常反證被提 要回答廣方 現今香港有沒有方法 可以制衡到政府 如果有的話 最有效的力量究竟是什麼 不適合為 香港署面的發言時間 四分鐘 無人一面 無消失無數控 無聲扣分 現場有聲承分 有四雙鐘的時間 大家好 正如有方主任所說 為了避免政府權力過大 香港體制內外 都持有不同的強速經濟 體制內有立法會、法院等 至於體制內 過往主要是傳媒 負責報導社會實況 而隨著科技發展成熟 不同的社交平台興起 報導社會消息 已經不再是傳媒擁有的權利 市民大眾都可以隨時 上載文章、段片 甚至發出號召集結力量 故此 有方今天要政立電台 就必須令政傳媒在制衡政府方面 比其他現行的機制 更能夠被市政府作出讓步 甚至收回決策 我方反對電台 原因有二 第一 傳媒無力 功能避償 在現今的香港 傳媒是否還可以完全獨立地運作 面租審查 發揮監察作用呢? 根據記憲資料 香港的新聞自由道指 一三年站會 降月下 在今年一至二月的調查當中 每五名受訪記者 就有一位表示曾經受傷及施壓 要求不做或少做和香港政治問題相關的報道 傳媒要揭露真相 就變得越來越困難 再看近日反過來的示威當中 不少記者在採訪的時候 被警方無理驅趕 甚至被警方任同台驅逐 避險都於今年七月發起政務遊行 出請延止警報 並要求警方尊重新聞自由 傳媒連報道都處處受限制 又如何監督政府呢? 傳媒監督不單止不可以令政府收回決策 就連迫使約到都難以做到 又如何有效地約束政府的所作所為呢? 第二,群眾力量、人性存回 中大社會方學與黑政府教授受不揮自循 由於特區政府思維樂意 這對問題的處理手法和五十年前沒有分別 導致社會出現新的制衡機制 在新的機制下 市民可以運用網絡不同的社交平台 例如鏈燈、Telegram等 跨地圍和時空 用文書、翻譯和圖照等 的方式集結力量 抗衡政府的無理施政 如果夠有制衡機制 包括有方所提及的傳媒監督 是可以有效地令市民得到應得的 阻止都要阻止的 就不會有新的制衡機制出現 由二月開始 傳媒已經多番暴露版修例事件 反映了不同社會持份者的聲音 建議在一片反對聲之下 政府仍然決定要過 立法會委員會進行連動 最終緊記市民在一星期之內 發起三百、上街遊行 甚至使用用武方式表達訴求 政府才稍作讓步 宣布集聯修例 今日的香港 應對不得監、議員、學者 和傳媒的質疑 特首依然強硬、作風不改 傳媒監督為何仍然是最有效的方法呢 因此,今天一邊提理應成立 多謝各位 反映的事件 第2次的文章 3.12秒 普遍事實上求生 接著是東邊環節 東邊一方環節有操作 對方的委員與回答問題 並打算對手制緊張 回答方向的詳問 不得打算 東邊一方法 持有違規 東邊一方法 可得事實上出 部門的開 部門應付 可以直接扣分 5次1分 如東邊一方 如常發言 其中可以自行 正式扣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問 注意 遲寫公表分數時 特別留意 寫資訊 特別是否收分點 第一,選擇資訊 資訊是回答分數 第二,解釋是發問分數 現在有請正方自由 擺出一位電源再出封面 正式自由 解釋 查方有一點 接受質詢 正方公表開箭 第二兩分鐘的時間 請問問雙方 是否認為雙方組織給傳媒 更有效 是呀,可以讓人有消息 請問雙方 你所謂連登 他們是靠到甚麼 三個消息 是靠到雙方 除了平台意外 除了平台意外 看見可能是Kelegram 即時的平台意外 除了他們本身的平台意外 全部 但全部都不夠 為甚麼 全部都不夠 如果沒有問題 反手有問題 為甚麼可以讓政府 都不做他們兩個 可能是 反手有問題 為甚麼不讓沒有 就是全面問題 那就是制衡政府 為甚麼你所謂的連登 又制衡到呢 你所謂的連登 有沒有在反手有動 大家都有的時候 大家都制衡到 為甚麼你認為政府 為甚麼要回應 才是一個行李的陣質 我跟我們說 今天林鄭亮報 要他撤回收 到底是基於傳媒 他報到 你解釋為甚麼 為甚麼是民間力 對於民間力 對於務傳媒去宣傳 他又怎樣集結起來 我們見到200萬 我們幾個月後 是200萬 每200萬 怎樣集結 即靠一些社交平台集結 除了社交平台 我們見到 就算是你所謂的連登 他需要開記者之內 會去宣傳 我們可不可以看到 原來你所謂的民間組織 都要靠傳媒 立即入溫 我會覺得 你不可以反問 我只是問你 現在連登 是否都需要靠傳媒 去講記者之代會 是 為甚麼不需要 連登是靠多人次的平台 那他為甚麼要靠記者之代會 是解釋事件 即是他都要解釋給公眾 看公眾怎樣知道 就是要透過傳媒 好了有方已經承認了 再問有方說 自由到受限 現在傳媒有沒有跪低 是有的 我們見到很多 例子新聞到受限 我們見到 最後的民調有 記者 有方說 我喜歡問你 他現在被人遮住後 第二天有沒有繼續上朝鮮報道 有 有 資料被散告 新聞是被散告 我現在問你有 他有沒有繼續盡自己職責 有 有方說 原來自由到受限 根本無辦法阻止 第四條法 不如集中新聞 有方說你現在傳媒 記者盡職責不對 你不可以打斷我 我只是問你 他現在有什麼問題 記者盡職責不對 但他不太多人 政府會報到真相出來 反方公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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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窗有一點點 一步 反方公便開始 你有打發中線 有方同學 你是不是承認所有的自由 身分身分自由 有下方 好承認 方同學 我想問一下你 你剛剛都跟身分自由有沒有關聯 以前一看到 原來自由到下方 他採訪的都是有10個限制 這個時候他身上減少了 揭露的身上減少了 為何不收到限制 見到香港傳媒依然有揭發出七個月 我想問一下 可以揭發待不到 如果是令到 他身分自由 他是有減少 他有減少 我承認了 原來可以揭露到 所以證明了自由 自由度 有減少 有方說 其實揭露了 揭露了 如果人整體揭露少了 揭露了 揭露了 那為何不實現 那方同學 政府有揭露了 政府有揭露了 開記者知道 林鄭月娥 有網外的開記者知道 我給你看一下 為何林鄭月娥開記者知道 我們看到傳媒一直有報導 在之前 但政府的照通過預告 確定是通過預告 但我們看到他開記者會 就是因為 東南總出了上街 才會 那方同學 我們是第二個問題 這次是否是傳媒 是可以揭露 所以整個都是由傳媒發放消息 傳媒發放消息 傳媒發放消息 所以才可以 你召入一些人 傳媒有沒有好消息 傳媒有好消息 為甚麼 因為可以營業市民的力量 他將 為甚麼營業市民的力量 他將政府的力量 揭露出來 傳媒揭露出來 傳媒揭露出來 就是要召集這群人出來 逛街路 始終需要整個社交平台 去召集 你方同學嗎 不如有方同學 冷靜一點給我講 傳媒揭露出政府的力量 市民就是正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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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釋不到的方法 譬如今天發生男子打贏了這個男生獲子 為什麼他會贏? 因為他有發生他 這個已經不特別的落實 公辯環節結束 導致整方法一副辯法 有關關鍵的時間 主席評判準各位 今天分行的論點有意 第一 因為傳媒因時無力 因為自由度下降了 其實今天何方主編一開面的事情 已經跟方說過 自由度下降 並不代表傳媒並非最有效的政府的力量 即使是因時 我們看看有方和我所說的現金社會 可能是現金反修例的修例當中 今天見到什麼 何方公辯和有方強調了 以時傳媒不會因為所謂的自由被打壓 而沒有做到揭露政府的漏洞 看回傳媒 以時在反修例仍仍受職位 今日何方公辯所說的是什麼 就是香港電台嘗試還原回7.21段落黑的事件 甚至有線新聞台都致力去回復831事件的時候 可見傳媒即使自由度被打壓 他們依然要行使第四權 他們要行使揭露政策流動 制衡政府 今天有方嘗試和方說 現在有些傳媒有自我審查等的機制 認為他們有些事情不能說過 但其實有方嘗試以騙過程 認為有目標出任何的數據和方論證 有方一副出來舉回數據和例子和方論證 再看回現在有哪些傳媒有哪些部門有這些優惠 再者有方同學又論證不到現時自由審查的傳媒 普遍性又有多大 這次有方同學一副論證法清楚 第二 今天有方同學嘗試掛民眾力量才是最有限制政府的方法 有方同學舉出什麼類型的例子 例如連登 即使是講連登 他們只開了民間記者會 最後揭露出來的 最後公開市民公布的是誰 那就是傳媒 那有方單憑連登 單憑Telleric 就能夠做到凝聚市民力量這一個嗎 根本是做不到的 因為今天要看清楚 有方今天單憑講民意 今天要看什麼 傳媒他們沒有揭露到政策露到 沒有講到反思例 一開始為什麼市民會起出來呢 原來沒有傳媒這一個 根本有方做不到民意的時候 有沒有如何論證 民意能夠凌駕於這個傳媒 能夠將所有事情揭露呢 在整個傳媒呢 並不是好像有方同學說到 只是傳播消息那麼簡單 那麼簡單 今天我們都看到 即使是過去沒有引起民眾的大遊行 或者民眾的刑罪 都能夠制衡政府 即是過去沙州市事件 懲嫁處人員 缺席周年考考試事件 有方同學又對於這些例子 完全事而不見 所以我可以出來論證清楚 為什麼民意才是最重要的 今天我們看回剛剛講的例子 5月份證監人員 被香港人的鐵盤 決定週年考步 這些都是沒有民意的 但當時記者於10年至7時 舉行時間 都考試市場觀察 發現沒有任何的證監人員 跑步 到最後傳媒將事件揭露出來 政府立刻作出回應 報告會調查 而當時最後攝市的證監人員 已經來職 甚至是證監高級監督的 孤文器已經被強制休假 依上例子可見 因為傳媒的監督成功制衡 政府 為什麼有方同學 對於這些例子 完全事而不見 全身是民意來駕入一切呢 一時空中便可以答應 立即位 正方以後仍然發言 事長得三分 三分二、少首分 現創人生 尖方一分二方三分三分二三分二 正方一分三分二 同學同學家 對於現在正在講 全部人能夠揮露真相 但是否呢 全部人能夠精進到政府 如果是這樣的話 為什麼我們看到凡收衛論到幾個月裡面 傳媒報導了很多警報的問題 政府仍然是沒有讓步 仍然是沒有採取制裁得到 是有改變 這個有關聯邦政府的立法 有關聯邦政府的立法 有關聯邦政府的立法 傳媒的職能是透明化事件 這樣就已經叫做制裁政府了 首先有關聯邦的立法 是要傳媒報導不到真相 我回主編都說過了 記者也卻指出 每個月說的記者就一個是受上擊的施壓 要求不做或少做關於香港政治的報導 再聽說過去的遊行示威 白山警方完全封鎖太子站 連連連日都進不到 說什麼傳媒採訪呢 其實不止遊行示威 我們又會見到警察執行職務的時候 或者可能是出現懶怒的時候 是用盾牌 用警棍阻擋傳媒的拍攝 甚至是用大燈照著傳媒 新聞自由去了哪裡呢 怎樣採訪 這些什麼叫採訪呢 其實有可能來說傳媒是第四權 能夠監察得到的 但其實面對這樣的施壓 記者本身也有心目的 他想採訪 但根本就已經有很多的限制 很多的限制 採訪之後根本已經是收縮 那麼可能是能夠報導到真相呢 再者這件事來說的是要制衡政府 傳媒報導事實和制衡政府有什麼關係呢 有方沒有說過 當根本人的記者直接在記者會執問政府官員的時候 就好像7月1日之後 李君雅在記者會執問林鄭月娥的時候 政府官員的回應是什麼呢 是當番四次迴避 蒙滬的答案 最後是整班官員轉身離開 怎樣制衡得到 有方同學是完全迴避記者的執問 請問有方同學傳媒怎樣能夠 有方同學的信心這麼好呢 有方同學就說到了 傳媒當信力是有的 我們看到有什麼同學呢 我們看到我們今天的產新聞 點新聞都多次被質疑 是三個未經濟成的消息 最後兩隊唸書封號 無線新聞在一個教委 打電影傳媒 我們看到無線新聞在白衣 阿伯被打的事當中 只是播出了阿伯被人打 但就沒有公識其他電子台港 這樣播出阿伯被人打之前 其實是他用玻璃瓶打人之先的 顯然傳媒根本就是 有方同學這就是阿伯承的例子 這就是正正今日新聞之後 被阿伯承今天看到的問題 再者 今天他看到的傳媒 有方需要論證傳媒的報導 是能夠鎮壓得到政府 今天鎮壓政府的力量是什麽呢 我們叫民族的力量 民族的示威 二百萬人的遊行 有方同學需要論證 為何傳媒報導完之後 我們的政府就會有樣報 為何傳媒報導了之後 民眾就出來上街 我們今天見到民眾出來上街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民眾自己的社交平台 導致的轉發 在年燈特朗普的圖示威 請問我同學等待這個位置 我們什麼地方剛剛有找到的 先來找出裝置 要在裝置,來找他 先來找每個角色 然後又要找他 我們一口邊 覺得還要把他 真的無理 都要躁著 我們重新審視一下今天雙方的準則 雙方的準則 我們看看今天傳媒究竟更難問過 噴水刀的第四拳 有甚麼質疑 就說新聞之後被打壓 那就沒用了 但剛剛說過 已經回應了一方同學 就算新聞之後被打壓 他們依然堅持堅守 但有方依然不敢回應 沒有不斷地讀自己的例子 但有方依然是831封鎖 我剛才說過 雖然831封鎖了 但現在有線新聞依然堅持 還原831事件 就算被封鎖了 他依然堅持的時候 有方依然看不到 除了有方依然說 你的眼睛也好 那麼聰明 我不肯回答他的問題 他一問三答一追 再追 最後林鄭也要回答他的問題 才可以回位判局長來回答 這個正是傳媒做到的 有方依然看不到 有方依然不斷地重複 上級打壓 上級打壓 阻止他們發布新聞 但見到無線新聞的邪前記者 張家豪 面對著無線高層的打壓 他依然會站在前線 問那些在場人士 你是示威者還是警察 你是公司法 可不可以出示威印證 不斷地問 要求貼到真相 給公眾看一看 為什麼 你通通都看不到 不但你強調新聞之後 被打壓又是否真的 如果傳媒已經完全沒有力量 這個理據已經同性了 不如再看一下 今天有方依然理的準則 不如今天準則是想要政府回應 會作改善 但不如今天非常輸打贏 不知為什麼呢 這麼久以來沒有回應 通通都是傳媒的錯 而一有回應 就是200萬市民的對 全部都是你對 然後傳媒錯 有方依然覺得成效在哪裏呢 再者就是今天不如跟我說 這些社交平台自己認罪 自己無故就會認罪 但很奇怪的是 家庭傳媒沒有發佈過消息 沒有發佈過任何事 為什麼那些聯德的人 會突然同時討論同一件事件 同時關注同一件事件 這件事是不可能的 大家平時生活中 有不同的關注點 不同的日常生活 大家有不同的東西去看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會突然認罪 為什麼他們會同時在聯德上 討論反修例事件呢 正正就是因為傳媒揭發了給大家聽 原來反修例這件事存在了 原來反修例有更多的問題 所以才會認罪起來 就算是連登 平時開民間見證會的時候 都需要記者去發佈消息 發佈給公罪的時候 這個名證是傳媒最好的證明 所以我告訴我 這做法是怎樣呢 就好像我用一把刀 塗了一個人 然後這個人的死因是流血不止 那我就跟我們說 這個人死只是因為他流血不止 他分略了 如果沒有分刀的話 他又怎會死於流血不止呢 看東西只是看表演 這就是今天有可能的做法 但我方和一方和不同 我方看到是一個傳媒的企存的格局 或者怎樣知道事情會發生 為什麼會有200萬上街 正正因為這個 而最後再看一步和一方和我講 就算一些事件沒有大型的示威入行 同樣都能夠令政府作出回應 我方前常說 三周前懲教署 由於早前香港令人揭發了BFORP的隨意會 用來試驗 在深圳和香港在BFORP之間通過 之後正常都會被迫的回應 會不會跟深圳繼續交通的時候 為什麼這些可能你又看不到呢 多謝各位 ノ基 各位大家好 不是有同學 今天始終解釋不到 為什麼事情報道之後 等於證明有效政府 我們都知道 現在的傳媒非常不耐 新聞自由被人打壓 但有分合你是不是承認了 其實他們所報道的真相都會用手的感受呢 我們講過了 D19年的調查指揮 公眾對香港新聞自由的評分 由記者身低限制不分 對傳媒發揮警察的套路討有這個質疑 首先大家在網上見對葛東莊就解釋了 有記者在採訪逃妝 在銅鑼灣站位被警察 近距離投放槍淚彈 而是有蘋果女記者受到滋擾和打擊 有方認為如果這些都不會令到他們的新聞自由受到打壓 令到他們的採訪受害的話 有人解釋 然後我們講甚麼呢 現在報道了 所以政府就會讓 這個有方始終都是解釋不了 麻煩有方稍後出來解釋這個評測 另外我們講甚麼呢 然後報道了一段代表可以監察政府 但我們今天看到甚麼呢 報道事情的局限於傳媒那裏 現任由伊林志被人打的事件裏 其實都是在社交平台上的網民 去掌握這些片段出來 讓大家知道這個真相 有方便根本不可以證明到 傳媒是唯一揭露真相的圖鏡 然後有方便說甚麼呢 因為有傳媒的報道 所以那些人才可以知道 深迫他們的這件事 其實很有趣的 這個比喻就是甚麼呢 今天有個大隻佬打了男子 然後那個大小佬贏了 為甚麼呢 因為他剛剛生了他出來 所以他才可以贏 有方便覺得這個龍冊痛不痛呢 那些傳媒跟我們說甚麼呢 他說現在號召力是傳媒號召的 不是一般社交平台號召的 但我們看到甚麼呢 今天吹套他的油品 今天吹套他的終極奧利菲人 其實都是Telegram 都是電燈的 有方便發起的 有方便說 你怎樣解釋傳媒怎樣是號召 我們現在看到傳媒 他只能把事實報道出來 例如我們轉集到一番謎出來的時候 有方便解釋 那些傳媒跟他說甚麼呢 他說現在 有方便解釋是甚麼呢 有民眾 現在民眾不是最主要的力量 但我們說甚麼呢 我們今天看到反多利成的過程 現在一班記者一直都有報道這件事情 但為甚麼記者 為甚麼政府最近才會回應 會讓我會撤回呢 就是因為通過了會有遊行 會有衝撃南法會 甚至有無理霸 這些活動 這些全部都是民眾發起的方同學 你為甚麼證明 為甚麼這班記者 報道了那麼久 證公平一組已經回應了呢 接著他跟他說話 沙中線的例子 他說現在沙中線的法總官員 都有所去被人拘捕 偶方不否認 傳媒是有他的效用 但是官員的確確是犯罪 最後一半是否入罪 是法院決定的 如果是這樣的話 是否說最有效 就是由哪班政府官員 是法院的同學 更何況 各方面官員入罪 和所有政府的決策 究竟是甚麼必關系呢 我們見到的確有三宗事件 官員被人拘捕進去 但為甚麼現在議員 都有事件去問 抗議政府 就是有方向來解釋 多謝各位 請小蛙 下班去操心發言 三分鐘三秒 同歷事件 所以補充饅 正中間 自由轉動環施 三方有三分鐘 雙方有三分鐘 再次補充 總人 護室露 和民主的食物人間 各方法自由採用 或很多位全員發言 不會結束 即是本環施發言 本環施結束 再唱成先發音,有編員還沒發言 該編員所上的方,將他們的護衛員 又再溝通,雙方,身為好問題 雙方母,之後見到環節 再開始清晰方法出一位同時,先發言 請問雙方母,為何連燈會出現? 我跟我們出去見到,全部都沒有人出去見 我們就是覺得民眾才是最重要的 我想問尤方同學 民眾出來是否才是制衡 我現在只是問你 為何市民會無多拉出來的問題 因為我們見到政府有很多問題 全部告到更多 執政官員會有問題 一定會有問題 當然全部會認 可能落民眾出來是否制衡 尤方同學 你如何見到政府有很多問題 尤方同學 不如先回答民眾 先回答你的問題 如果新聞一直告到更多 由2月開始新聞已經報道了 但為何政府也不會 你可否要你的所謂更有效 尤方同學 其實你也知道 原來市民出來有行 是因為傳媒報道了 但你明白原來這個修例的問題 是這麼有問題 他們才會出來有行 所有消息都透過傳媒之內 為何你會認為連登有更大的效力 因為連登可以很少民眾 有朋友說傳媒有號召領 但我們看看傳媒的角色 是否為了客觀去報道爭取 有號召民眾 但是連登那一班市民 可能平時會談到一堂 那為何會突然一起談 反送來這件事 正是因為傳媒 傳媒報道了 但是民眾沒有因為 是連登上面 被號召民眾 會反對政府 會有回應 我第一步 我第二步才能幫我 那是否認為這次傳媒 要做完全部東西 號召了所有民眾出來 這些才會有效 而我們再看到什麼 傳媒也有去宣傳 今天所說的一些人群 是的 有朋友 我媽媽已經承認了 這班民眾出來 是因為社交平台的 但是我媽媽又說什麼 就是問為何傳媒有報道 我們剛剛講了一個例子 現在你打人 而學我贏了 是否我媽媽生了我 類比大家都有 我用刀利不打人 大家才是怎樣 另外再者 我今天跟一方說 原來民意這方面 我們先透過傳媒揭露的時候 再者 有些情況下 就算沒有這些大規模 又是市民 政府依然要作出民意的時候 有方說 你有什麼回應 我方請求方的例子 方方可以來跟我說 你做了真相 為何可以鎮住政府 我方今天懲教處 沙中線 再說我的預防徐燕 我已經跟一方說了 我好像怎樣 可能肯回應 那些例子 是否只是最喜歡反修例 兩方同學 我已經回答了 剛才你有呼嚴入罪 為何因為發言 因為他周圍發言 才是最有派責任政府 剛才你跟我說 剛才我方所提供的例子 哪裏有民眾力量 哪裏有你今天 所謂最強的民眾力量 哪裏有你今天所謂最強的民眾力量 所以我確認認人 不是民眾力量 但他真的說 現在我看了一個新聞 所以政府就是 沒有新聞 你怎樣出去遊行 你告訴我 沒有新聞 他怎樣會和他同時關注一件事 沒有新聞 為何不和他同時關注一件事 為何民眾出入行 為何民眾出入行 一定是非靠自己的傳媒 你跟我說 有些事情他都可以知道 我跟我說了 社交平台的Telegram 你給我解釋 如果現在傳媒沒有報到 黃衣男子這個技巧的資訊 這件事是由網上的網上 他自己自發過 我跟我說 你是不是覺得 這些都不會自從 社交平台傳媒的消息 我哪裏自己找 都要聽傳媒再傳媒 就算沒有社交平台沒有民眾 即是傳媒政府會讓步 會讓我封封沙中線 前隔著 哪裏傳媒和你都說了 我跟我們不要再說 沙中線 我們現在看回現地的香港 如果現在沒有一幫同時 傳媒政府會否去回應 你問題 第三次 那裏傳媒政府會否去回應 你問我 可以說現今派 你講幾個警報的問題 傳媒報告 都報到警報的問題 政府有甚麼做的 實質調查 現今區管有學 是否只講這幾個月 普遍只講這幾個月 你講到警報問題 有學理 是否覺得現在警報問題 已經完全無法制止 不如你跟我解釋 如果你的傳媒 真的有 傳媒都有去報道一些警報的問題 但為什麼 如果傳媒都是這樣 報道完之後 警報問題不解釋 我其實今天說 不要 今天9月份 林鄭月娥動議 才會反送你 甚至說 所有的遊行 所有的數據 都是由傳媒發揮出來 政府師傅作為的時候 為甚麼可能對這些傳媒不提 警報問題不解釋 原來我原來有方同學 覺得有個數字 被傳媒發揮出來 所以這個就是傳媒的功用 那就是說 那些人本來想走出去 是不會用的 為甚麼游行了那麼久 警報問題依然存在 那方同學 不如我回答你 為甚麼這個傳媒暴露了那麼久 大於直到這群市民出來行 政府才會說 會撤回 會道歉 方同學 為甚麼你說傳媒說了那麼久 警報依然存在 為甚麼游行了那麼久 警報依然存在 就是因為傳媒制無法政府 那就是民眾制無法政府 不是的 有方同學 我們看到民眾出來之後 他又有限 其實他會到 在7月2號說 調查醫生 在19月2號說會撤回 我們通通的 你通通都是傳媒消息 傳媒市民才會走出去 為甚麼你可以這樣說 再者就是 今天方同學 提供我們說警報問題 警報問題 如果自己都解決不了 現在問一方同學 是不是以為所有的事情都制服了政府 那你的傳媒 如何游行可以制止警報問題 那方同學 你有怎樣游行 警報問題來提出 你提出如何制行 有方同學 今天你是正確的 你需要行量 你需要說 我有一個傳媒 就是罪有合行 制服這些事情 如果今天有合理 你的民眾都制服不開 就證明你這個傳職 根本是不合理 民眾是制服不到 我覺得政府有兩位 經過公司的郵審 之後 即是說傳媒報導 民眾的訴訟 那是不是 如果沒有傳媒的話 這幫客人的任務是廢的呢 有方同學 你這樣說法 6月開始又提供 於是回應次回收 民眾都很好笑 所以民眾都來走 政府有回應 我們等一下 上週年2月開始 全部都有報導 但為甚麼很動輿 市民出來走 在7月政府才會回應 其實有方都知道 原來民眾需要通知時 為何以為人們把這是最大的 沒原因會有果 沒錯 他們的通知 正在上 Telegram 有一個平台報道他們出來 幫我們收聽 欠握用盡時間 focal point 架面前腰 樓梯自由發出平坦 其實等於完全不夠時間回應 現在三公子是否已經明白 傳媒言論自身非常有力量 最好民意的部份 原來有人遇到承認書 要靠傳媒的通知 怎樣這可能不認為 這裡是藍牙骨的位置 整個方約限期間 連接了車油門 請問坐在座位 請問坐在座位置 在座位置換個遍頭 順便換位置換個遍 該到機器準備環節 雙位置有一分鐘準備時間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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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聽完友芳的論述後,文娜發現我們的分歧主要是一點,就是傳媒的特質 友芳說到傳媒第四盤的角色同樣提高事件的透明度 去懷疑真相,就是對政府的約束 但這種約束,友芳也提過《基本法》 在遍基於有新聞自由的情況下 友芳都承認新聞自由現在有下降到記者一直被打壓,第四盤被傷 一波說到沙子線入罪,但冠決那個是法院,是否最後最有效制衡到政府的都是法院呢? 我們看回今次事件,文記者拍攝的片段中見到831警察入了泰子丹 在驅港記者被他拍攝,傳媒的採訪自由被打壓,沒有辦法拍攝到站內的情況 所以事情的了解都被促行了,事件何來又被成功創意化到呢? 傳媒上資制衡,他仍然有省壓,但仍然有上街,但又等於他最有效制衡到呢? 相控而言,報道事件,反映真相 傳媒有公術力,是否就等於會凝聚到民眾約束政府呢? 是否需要一個溝通平台的號召民眾才能夠形成力量呢? 但我們講到號召,其實友芳都知道丹港傳媒的監督再用戴, 於是前場就說傳媒會引起關注,傳媒和民眾是物不可分的, 但去到自由變,又和民眾割蓄,好,我們再看傳媒 我看見了,今天就算是各大傳媒日夜揭曉政府在反襲禮事件中的失誤, 早次6月9日,8萬人遊行,傳媒會有報,但政府當晚仍然說直上已讀,我行我素 真正能用政府去改變的,在一幫社交平台上發起後綜活動, 運動局一二包圍立會遊行罩會的民眾力量嘛 再者,我們看傳媒的角色,它理應是下空報道, 所以是完全無法,不可能號召到一幫民眾上街的, 我們何時有見過《立場新聞》《香港01》主動貼上香港人抗生日程表, 再鼓勵市民去參加的? 再者,我方已經自出傳媒並不是市民接收到資訊的唯一途徑, 在《立場》上的頻道,全部都可以進行到即時更新資訊的效果, 連同場襲擊和以男子被打, 市民想揭露這些真相,是可以直接上載資料, 有一個新的制衡機制, 一方全場將它們捆綁又過於牽強呢? 過去暑假,幾乎每一天都在社交平台上, 接收到這場運動的資訊, 傳媒報道新聞,加策政府,歡迎天經地義, 但當我見到,傳媒一次又一次地被放催淚彈, 被消耳強光,無奈地, 新聞自由已經逐漸受到打壓, 單靠傳媒就不能反映到真相呢? 除以連登,Telegram等平台出現, 資訊的傳播越來越快, 甚至更新傳媒,市民都將它們作為唯一, 並且是主流的溝通平台, 發展出一個新的制衡機制, 深入遊行途中, 所有的實況討論都會在這些平台上討論, 一句海賦要人, 海賦要人,已經可以在幾分鐘之外 接收到幾十人的光手, 這麼強大的號召力, 是我在新聞報道上從來都看不到的, 透過社交平台, 問中營聚在一起, 中之成成, 政府才會撤回到修例, 最後,想用一句老夫的說話作結, 我們不是因為見到希望才堅持, 而是因為堅持才見到希望, 香港人,加油! 謝謝各位! 多謝評判了各位, 其實不敢香港, 記者這份工作的確是會做壓力, 甚至人形容, 香港記者是戰地記者, 但為何大家同樣都是打不動, 記者要抱著生命危險, 是槍狼彈, 又要記錄真相, 在強烈的威脅之下, 依然堅持要報道真相呢? 為的是甚麼? 可能是為了一份量, 還是為了刑制衡, 向制衡政府, 維護香港? 但今天有沒有人根本都不明白, 香港記者是擔任一個多麼重要, 和不同的角色, 所以我們來看回, 我們這場比賽, 主要是有兩大戰場的, 第一就是, 今天有沒有人說得, 市民的力量才是最大的, 有沒有人說到, 市民就好像水能復州, 疫能在州那樣, 很強大, 但我們看回之前, 究竟為何可以復州呢? 因為寶風不起落, 是因為有落才可以營, 才可以營造那個力量, 去封造那隻州, 其實呢, 這裡有沒有人是不可以, 有沒有人都要承認的, 就是因為人民的力量是分散的, 大家都有不同的立場, 而傳媒就是負責將這些不同的聲音, 聚集在一起, 就是通過報道這個真相, 但是呢, 有方同學就說, 現在傳媒揭露了真相, 就不等於這些人會出來遊行, 就說傳媒沒有召集力, 那想問一下, 如果傳媒沒有報道真相的時候, 你現在不知道, 現在如果香港, 警察在暗用暴力, 甚至不停地打人, 等到這些真相的時候, 你為何會出來遊行? 而有方所提出的民間力量, 例如Telebrum的文宣, 等等, 只是一些負重的力量, 告訴大家, 什麼時候要出來遊行, 等等, 歸根究底, 就是音樂傳媒報告了這個真相出來, 將這些力量匯聚在一起, 才可以抗衡政府, 好, 其次, 我們就跳出這個, 有何特別所提供的反方來關關, 去看看其他的例子, 其實, 有何我以前已經所說到, 例如有些深圳徐爾門, 沙中線, 懲鑑署等等的例子, 這些例子, 根本都沒有市民出來遊行, 那為何政府會出來回應呢? 是因為現在這個傳媒, 單單靠他自己來, 就已經可以制衡到政府, 令到政府出來回應, 但無論, 有可能輸打贏要, 就說傳媒, 就說當出現結果的時候, 民眾才是真正有功勞那個, 但是又不說出, 又不說出這個例子, 又再出論證, 只是口號式那種說出, 是民眾最厲害, 好了, 去到第二個, 第二個戰場, 就是說, 現在的這個記者傳媒, 不停地被探証, 而他的功能, 不停地下降, 說到, 營造到, 現在的記者完全沒有了自由, 原因是甚麼呢? 因為楊芳同盟, 只是單單是反修例的事件, 好了, 現在的反修例裡面, 記者是被人遮了鏡頭, 是有被人推撞的, 但是有沒有因為這樣, 記者而跪低呢? 我們見到的就是, 記者即時被人推撞, 跪低了, 但是他跪著, 也繼續走下去, 堅持民眾報道出所有的真相, 那不然的話, 大家怎麼知道, 原來現在有平黑合作等等的資料呢? 好了, 有方同學, 現在香港的傳媒, 不要緊要, 我們去看看國際, 現在原來見到, 就是了, 那個傳媒都幫助我們香港, 去報道出真相, 幫助我們制衡香港政府, 甚至呢, 令到現在美國, 美國參眾的良院, 是要通過這個, 香港人權民主法案, 才得到這個國際關注, 令到現在呢, 政府需要在外國報道這個廣告, 來做一場回應, 可以見到, 在這個情況之下, 就是成功這樣制衡到政府, 但無論, 有方就是完全不看, 就是因為他就是被這些東西, 蒙發了傷害, 根本不願意見到真相, 所以去到最後, 有一句歌詞, 就是叫做, 心於劣勢, 有種責任, 現在香港的記者, 正式地體現了一句歌詞, 現今香港, 記者盡自己的責任, 發揮第四權的力量, 將這個真相去報道給人民聽, 所以現在香港政府腐敗的一面, 才可以來揭露, 市民才知道真相, 那麼多謝。 數蛛蜊的移的部分, 새로운計程 Vicente為何, 它不滿意川牛, 你們要醫情的回應, 你們要請給都 urgency, universities通討人員, 必須用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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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